佛陀说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为了帮助众生脱离烦恼 佛以说法救度众生 弟子必须依据佛的教授而修学 才能调整自己的内心 解决自己的问题 佛有加持力 但如果和佛没有法源 自己不具足信心 即使佛在身旁 仍然无法被救度 就是为了帮助众生的身世 佛门的教授 所以我们佛菩萨 阿修乐汉 种种 这些乐汉歌的歌语 都是为了帮助众生 在身世的因缘国 所以这种经营者 佛教导给我们 一定要健身 精修 健身念佛 健身解释 我们必须不断地学习 必须经常思维观察 学习所获得的内涵 绝对不能寒气不用 仍持续增长智慧 必能兼顾对三宝的信心 这是以智慧为助伴 而有的尽信三宝 才是不会改变的信心 十方新闻 郭一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